畫面中間深色的位置 可以見到山泥傾斜範圍 山坡下方最少有18戶 一共47人被掩埋 搜救人員由凌晨到中午 暫時找到兩具遺體 事發在雲南東北部近貴州 超通市涼水村 專門的房屋分散在山腰至山腳 有傳媒引述附近居民說 在星期二凌晨大概四五點 聽到一陣似炮獎的巨響 因為天黑看不清楚情況 初時以為是刮大風或地震 但光龍聲持續不停 他才判斷山泥傾斜 馬上與家人徒命 據知村民在事發前 已在山上發現裂縫 由一厘米變到半米闊 有村民懷疑和附近煤礦開採有關 但確實原因仍有代調層 由於當地氣溫降到零下 而且山坡九尺增加救援難度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指示 要求全力迅速搜救 國務院也下令要檢查周邊地質 有沒有隱患 除非任何人 無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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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